在南韩举办的世界同军大露营真是多灾多难 今天传出了事故 在运瑞士代表团的巴士在国道发生了车祸 导致七个人受伤 而根据了解这辆巴士车上有38人 今天中午在全罗道南国道行驶的时候 跟市区的公车发生了擦撞 有七人受伤 而当中包括了两位瑞士团的成员 而这次的同军大露营 是因为天气因素台风来袭提前拔营 没想到又发生了意外 而其他国家的同军队 目前已经被接到首尔由当局免费安排观光 而11号还有KPOP演唱会 就是希望可以弥补这群同子军 被迫提前拔营的遗憾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